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例子是你们平常都会看到的 我说其实你在荡鞦韆的时候 鞦韆本身就是一个单板 鞦韆本来就是一个单板 但是你在看你荡鞦韆的时候 是有几种情况 能做上去以后 然后你荡一荡 它是不是越荡越小 越荡越小 然后慢慢停止了 对不对 假设你是没有阻拟状况的 Simple Harmonic Oxidation 这个震荡是会一直持续下去的 OK 那今天你因为有阻拟 有摩擦阻力 有空气阻力 所以这个鞦韆呢 就会越荡越小 政府越荡越小的情况 然后最后停止 这是一种状况 然后另外一种状况是什么呢 另外一种状况是 我们把这个鞦韆呢 为了让它维持一定的正弧 然后就有一个人在旁边怎么样 推它一下 OK 那你会发现你推它的频率是什么 如果你推这个鞦韆的频率 跟这个鞦韆的正弹频率是一样的 你会发现它的正弧是什么 越来越大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推它的频率 是跟这个鞦韆的频率是不一样的 那你就会发现这个鞦韆是什么 有点乱七八糟爪乱掉了 对不对 这是你们平常看到的这个物理现象 那我们今天我们接着就是要来谈一下 就是属于这个damping oscillation harmonic oscillation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首先 我们把这个荡丘间的例子呢 我就用这个一个弹簧 那弹簧底下呢挂一个物体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的震荡频率 已经跟水平的弹簧是一模一样的 OK 那你也知道 在这种状况底下 它的这个生长量 这个研盘主要的原因是我要把它进到一个议题里面 OK 那这是一个议题 好 那进到议题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议题呢 给它的一个阻力 当我把这个物体 OK 好 压一下以后 那我会发现说 假设我的物体 是以V的速度 在往这个方向运动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发现说 基本上面 这里面 手受的力 是变成K ΔL 好 然后再 这个 减掉X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例是MG OK 然后呢 我们知道 这个阻力的话呢 假设 我们知道这个阻力 是 我的Velocity 的一次方是乘比例关系的 那也有可能它是跟二次方乘比例关系 那我们就假设 这阻力是一次方的关系 所以 我知道我的阻力 对我的运动速度方向相反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阻力 可以跟我的运动速度 上面写个-V 来做 这个 它的比例常数 那这个V V值呢 就跟这个粘质性数 有关系 那你现在你看到了 这 这个 Total 的Force OK 这个Total Force呢 你现在发现 K 然后减掉MG 好 再减掉VV V 这是你的Total Total Force的结果 那 我们看到 这整个Total Force 这一项 跟这一项 是相等的 所以 Fo K 减掉MG 减掉VV 这个是你 MG 已经 MG 已经跟前面 分在一起了 合并起来 是等于0了 所以 这个是减掉VV 所以这个是减掉VV 好 那 我们看到了 这是Total 的 这个Force 这个Total Force 当然是要来当 你的加速度的 所以我们说 -K X 减VV 就等于M的 底平方 X 底T平方 这是牛论定力 好 那我现在我把 这个整个方程式 我们看到V啊 基本上面 我把它写成一边 这个 一项过来 就是变加的V V是 DX DT 然后 这一项 一项过来 KX 这是等于D 这是一个 微分方程 这是一个二元的微分方程 一元的二次的微分方程 那接着 我们就要去解这个 二元一次的微分方程 那 也许同学会觉得它很困难 那 在你们二年级的时候 啊 物理数学会针对 所有的微分方程去解它 那我们现在我们对于这个微分方程呢 你们先不要去想那么多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直接令 OK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令呢 因为你看到的一件事情是 X 还没微分之前 跟一次微分 跟二次微分 它是什么 它有相同的 函数形式 那 唯一你要把X 微分之前 跟微分之后 有相同的形式的时候 就是 1的X 次方 对不对 1的X 次方 微分以后还是EX 微分几次都是EX 所以我们令 X呢 是 1的λ 那 因为它是T的函数 λT 有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不知道λ是什么东西啊 那我就把它带过去 因为 我看到 它的一次微分 是等于λ的1 λT 2次微分呢 是等于λ平方的1λT 所以 你把它带进来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这是λM的λ平方 1λT 加Vλ 1λT 再加上K 1λT 就等于 所以 1λT 全部通通是一样的 假设 不等于0的话 那 你就是 Nλ平方 加上Vλ 再加上K 它要等于 对不对 有没有问题 到这里 到这里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的请举手 好 这是最重要的哦 你到这里没问题的话 那接着我们就要知道λ是多少 对不对 λ是多少 你就把λ解一下 那 是等于2 a分之 不 b 加减 更好 b平方 减 4倍的 ac ok 所以你现在你看到的是 你有λ有两个解 我们说 第一个解叫λ1 第二个解叫λ2 好了 你现在有两个解 换句话说 你这两个解啊 带到x里面去 你会变成 exponential的λ1T 跟exponential的λ2T 他有没有问题 那在数学上面告诉你 这个是他的解 这个也是他的解 所以他最后的解 他应该是 他应该是 这两个解的 minier combination 就是他的 线性组合 就是他的最后的解 那你如果知道是 他的线性组合 是他的解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到 好 这边很简单的 exponential-2分之1T 这是前面这一项 是大家都一样的 所以我把它放到外面来 ok 好 那后面的部分的话呢 A1 1 这个部分是 2m分之2 V平方解是 vk 然后再加上 a2的 1-2m分之2 V平方解是 mkt 你有没有问题 到这边应该都没问题吧 好 那如果 如果什么呢 如果b平方减4nk是小于0 那b平方减4nk小于0的情况是什么 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 b是什么东西 b就是我们的这个 阻力 里面跟速度的这个比例常数 b很小的意思表示什么 b很小就是阻力比较小的情况之下 摩擦阻力比较小的情况之下 所以m跟k本来就是定值的 所以b减4nk小于0 就是表示你摩擦阻力比较小的情况 那b比较大 那就是摩擦阻力比较大的情况 那我可以看到的是 假设b平方减4nk小于0的情况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一项b平方减4nk 这个是小于0 所以你现在你可以看到它是什么 它是 这小于0就好像是负1这样子的情况 对不对 那负1是什么 负1就是i嘛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你是变成 i更号的4nk-b平方 我把它 再写一下 这边把它负号提出来 4nk-b平方 你就等i的4nk-b平方 这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所以你看到这一项 所以你看到这一项xt 现在应该是等1的负2n分子bt 然后a1的1i 这个4nk-b平方 这个是mk-b平方 这个部分的话 我把它用一个代数来表 一个pramid来表示 2n分子根号 4nk-b平方 这个我把它当成是 所以现在你看到这一项就变成 i omega pram t 加上a2的1 负i omega pram t OK 好 那这是你的解 在什么条件之下 在这个条件之下 换句话说 我其实 我可以把这个地方 再加以化解 因为我们cosin的 omega pram t 是等于 exponential i omega pram t 加1负i omega pram t 到1分子 到1分子 那sin呢 omega pram t呢 就等于 1i omega pram t 减1负i omega pram t 除以2i 所以你这个可以把它 做linear combination 就是sin cosin的函数 换句话说 我xt 我到最后 我可以把它写成 1负2n分子 b t 然后我直接把它写成 cosin omega pram t 加上data data是一个常数 他前面 你linear combination 有一个系数a 就出来了 ok 那我们现在 我们来看一下 我说 当b啊 b我刚刚已经知道说 b平方减4mk 是小于0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可以看到 原来 如果b是等于0 b等于0就是什么 b等于0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什么 simple harmonic oscillation 对不对 上一次把弹簧垂直掉起来 b等于0的时候 这一项就没有 就很单纯的 这时候的解 就等于 acosin的 omega t 加data 那这边的omega呢 如果你不健忘的话 是等于 就是相当于这边的b是什么 杀掉了 分号 分号 n分之k的情况 这是我们之前已经讲的 一个弹簧 挂起来 n 那 它是b等于0的情况之下 所以你现在你看 这个解跟这个解其实是什么 一样的 因为当b等于0的时候 b omega跟omega p 就是相等的 所以这边的omega p 就变omega 所以你很清楚 你这个解 它的正确性 是没问题的了 那b等于0 你也很清楚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看一下 我们说 它的关系是什么 如果我们是在b等于0的时候 那我们看到的是 当t等于0的时候 它的正弧 acosin的data acosin的data 这是它的 当时间t等于0的时候 那它的正弧 然后开始 这是我们看到的 这是b等于0的时候 的情况 那你现在 b不等于0啊 b不等于0的时候呢 当t等于0的时候 它还是a cosin的data 因为t等于0 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当b等于0 这一项等于0 它是有cosin哦 现在你再加了一个 这个正弧的值啊 会随着你的时间 在做cosin以外 你看你这整个amptive 这最大值是什么 最大值是a 这个amptive啊 这整个都是a啊 就是-a 它会随着时间 decay掉 所以你看到 这个amptive 随着时间 随着时间 1-2m分子bt 没有问题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 你看到他的正弧是什么 正弧是一开始 ok 本来是他应该这样子 政府一定的在摆动的 比如说这个弹簧 过得是这个 这个 这个 单摆的情况 那现在呢 因为你有这个摩擦阻力的状况之下 那这个政府啊 他就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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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越来越小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 最后就会停掉了 但是停不是一下子停 它是还是什么 一直慢慢慢慢慢慢 然后停掉 就是 这个amptive exponential-2m分子bt ok 所以他还是一路上一直在oscillation 然后你的amptive 一直慢慢的接近零点的情况 这是我们的这个oscillation 在你的V值不是很大的情况之下 你会发现是这样子的情况 V不等于0 而且V平方减4mk 这个是小于0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把这样子的damping oscillation 这个oscillation呢 就叫做damping oscillation 而且这个damping呢 叫做underdamping 我把等一下 我们会放到underdamping 在这里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好 那你现在你看到了 d不等于0 在跟v等于0 跟这个v平方减4mk 这个小于0的情况之下 我们都知道了 那另外一种情况是 v平方减4mk 非常非常的大 换句话说 v平方减4mk 是大于0的情况之下 那v平方减4mk 大于0的情况之下 是什么意思呢 v你已经知道 它是摩擦阻力 所以v很大的意识 代表你的摩擦阻力很大 那摩擦阻力很大的情况之下 那就是什么 如果你这个单摆的摆锤啊 是一个那个 已经这个 这个挂的地方 已经快生锈 你们可以看到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 有铁锈的东西 然后你硬要把它摆起来 然后它会怎么 它会不会摆 不会摆了 对不对 你去会发现说 你把它拿起来以后 然后这个摩擦阻力很大的情况之下 它会怎样 它会慢慢慢慢 然后回到眼前 对不对 它不会摆动 它会你把它拉起来以后 它只会慢慢的回到原点而已 那其实这个部分 我们也可以从这里看得出来 我说XT是等于 本来它就是 它的方程式的关系就是这样子 当v平方减4mk 是大于0的情况之下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是 这一项是大于0 这一项 这个也是大于0 前面这一项 谁的时间 它会越来越大 对不对 这一项谁的时间 是Exponential Decade 对不对 你会看到的是 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v平方减4mk 谁的时间越来越大 那这个项是什么 不合道理的 因为我们上次已经讲过 动能加卫能 如果你是Symphal Harmonic Obsolation 它是1 2 kA平方 A代表的就是什么 它的能量 也就是Total的能量是跟政府的平方成比例 那当你的政府大到无穷大的时候 那能量从哪里来 是你不知道能量要从哪里供给它 所以这一项 它是会A1的值 我说这两个是它的解 那这时候 这个A1 会等于0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我的解 就是等于A2 1负2m分子B T 然后Exponential 负2m分子B平方减4mkT 这是我的解 那这个解呢 如果 去把它画出来的时候 你会看到的是 我们看到的是 它随着时间 不止它的Ampathy 它的整个 这个 又多加了一项这一项 所以 如果以这个来看待的时候的话 那Over Damping 它会 就全部的 一个值 全部的值全部的可以掉 OK 这是我们看到摩擦阻力 非常大的情况之下 它整个 慢慢的 从一个Ampathy很大的 然后一直一直下来 OK 当T等于0的时候 最大值就是A2 那慢慢的Damping下来 这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 摩擦阻力 在Over Damping的情况 那还有一种情况是 是B平方减4mk等于0的时候 B平方减4mk等于0 就是B平方是等于4mk啊 B平方减4mk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这一项就没有了 OK 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没有 这两项同时没有 所以XT啊 它是等于A的1负2m分子Bt 所以我们把这个情况之下叫做Click Damping 那Click Damping的时候呢 你会看 他基本上面 大概的情况是 因为 减 这是Click Damping OK 那 这是Over Damping 所以我们看到了 我们已经了解 第一种情况是 B平方减4mk小0的情况 之下 那这个Special case B等于0 到 B平方减4mk大于0 和 这个B平方减4mk等于0 这四种情况的 这个 Ossulation 你都已经了解了 那这是我们平常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常常会碰到的 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 那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所以 就是在数学上面就是说 A是它的解 B也是它的解的时候 所以A跟B的linear combination A是它的解 就是线性组合一定是它的解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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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